在我们要了解这个Bird或GPT模型之前 我们必须要先知道它的最基本的一个元件 那个叫做Attention 那我们先从我们生活上很基本的想法 来了解说为什么会有Attention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我们先从文章的阅读 来理解Attention的基本概念 那我是李振轩 好那Bird跟GPT模型呢 它最主要是从这个Transformer的这个架构来的 那在Transformer这个架构底下 我们可以看到你看这边有一个叫做Multi-Head Attention 这里还有一个叫Multi-Head Attention 所以Attention其实就是这个Transformer的一个最基础的架构 所以在2017年有一篇Paper 这篇Paper非常的重要 它叫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在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叫Scaled.product Attention 那我们呢会一步一步的去介绍这个东西 我们会先介绍Attention 从我们的阅读理解来看Attention是什么 然后呢我们会去介绍说 那如果是QKV 那再加上这个SoftMath的话呢 然后Metric的这个Multi-Corpification 那这个出来之后呢它是什么东西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来 再有Scaled的这一个Dot Product Attention 这个是我们这学期课堂会介绍的东西 好那我们先从文章的阅读理解 来了解这个Attention的基本概念 假设这边是一篇文章 那这个文章呢其实GPT帮我深层的 如果你对历史上的伟大建筑感兴趣 那不妨可以探索位于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那这座铁塔于1889年完工 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百年而建造的 并作为1889年世界博览会的入口 埃菲尔铁塔最初遭到许多人的批评 但是它现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参观 这座铁塔不仅是一个欣赏巴黎全景的绝佳地点 同时也是工程学和建筑艺术的象征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 埃菲尔铁塔都以独特的美感和历史价值 成为巴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这个是我们看那篇文章嘛 可是有时候我们看一篇文章会有一些目的性 例如我们想要去找出某一个答案 或者是我们想要去查某些问题 我们才会去看这个文章 所以在attention里面我们就提出来一个东西 就提出一个叫query 那就是我们要解答或者要查询的问题 那我们如果已经有要解答跟查询的问题 那我们在看文章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会专注在文章的某一些重要的元素上面 那这个重要的元素可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那这个东西叫key 就是有能够帮我们辨识或解答query的一些关键的元素 那我们叫它叫key 那这些key呢 它都有相对的一些value 那这些value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文章里面可能可以看到这些词语短句 或者是类似句等等 那attention是什么 attention就是我们把我们想要解答这个问题 跟我们这些关键元素去做了一些比对之后发现 哪一些呢 是可以回答或者是解答我们这个query 比较重要的key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利用这一个比较重要的key呢 来把我们的value重组做一个加权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最一家的答案 这样听起来有点抽象 对不对 来我们就从刚刚的例子开始 我们先要依照我们的目的再来看一次文章 好 那我们的query就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就先看一下我们query咯 我们希望能够描述爱菲尔铁塔 作为巴黎及国际展览会的象征的重要性 我们要描述爱菲尔铁塔 作为巴黎及国际展览会象征的重要性 我们的query是这样 那再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看 我们文章里面 有哪一些呢 是比较重要的部分 刚刚已经把文章里面一遍了 那每个人重要的部分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你看我们以前在画线的时候 有些学生线会画很多 有没有 好那我这边挑几个 第一个像 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百年而建造的 并作为1889年世界博览会的入口 它现在是世界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每年吸引数百万的游客前来参观 工程学跟建筑艺术的象征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文章 我觉得蛮有价值的部分 那这些有价值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所以就是它的key 它的关键元素在哪里 第一个它是一个历史事件的纪念 有没有 它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百年建造的成 所以这个key就是对到现在我圈起来这个杯 有没有 那它是国际展览会的地标 有没有 1889年世界博览会的入口 对不对 所以国际展览会的地标 所以下面的key有一个很重要的key 叫国际展览会的地标 我就把它抽象下来 这就是我比较关键的地方 它现在是世界著名的地标之一 每年吸引数百万的游客来前往 这也是国际展览会的地标 重要的地标 也是巴黎的象征 然后有工程学跟建筑学的象征 它是文化跟艺术交汇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可以抓到了某一些key 对不对 那这些key都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value 那这些value有时候我们在真实的现象里面 有时候看到key跟value会是一样的 有时候看到的是什么 有一些value它会对到两个关键的key 这个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就知道有key 它会有一个value跟它对应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根据我们的query来看看哪一些key比较重要 因为我们的query是要描述爱菲尔铁塔作为巴黎及国际展览会的象征的重要性 所以你看它有一个什么叫国际博览会 看起来跟这件事情比较接近 所以它的权重应该比较重一点 它的重要性会比较重一点 另外它有讲到象征 所以它是巴黎的象征 这个权重也要重一点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看比较query跟哪一些key是比较相关的 我们透过这样的评估之后 发现我要回答这样的query 那怎么办 那就是要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这些的部分 value把它重组一下 所以你看国际展览会的地标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文章 我们就找到它是1889年世界博览会的入口 巴黎的象征 它现在是世界上著名的地标 每年会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参观 你也可以想 你们它是工程学和艺术学的象征 这里也有象征 所以这里的权重可能会降一点 但是它有象征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列进来 我们透过这样的query跟key的比较之后 我们大概就抓到 我们要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把上面的value 我们稍微重组一下 那组出来的这个答案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 它就是attention 所以我们的attention是什么 它就是爱飞尔铁塔作为1889年世界博览会的入口 是巴黎最具象征的地标 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 是欣赏巴黎全景的绝佳地点 怎么样 那这个就可以用来描述爱飞尔铁塔作为巴黎 以及国际展览会象征的重要性 所以其实attention没有很难 attention就好像我们在看一个文章 或者是在看一篇图片的时候 我们会去把一些它关键的地方 先把它找出来 然后如果我们有一个query的时候 我们就会比较 我们的这个query跟这些关键的地方 哪一些是比较重要 哪一些是比较不重要的 那有了这些重要的之后 我们在我们的自己上面就会重组 重组之后就去回答这个query 那这个回答你就可以把它想成 它就是我们的团讯 好 所以attention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成 怎么用聪明的方法来找答案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有一个 我们把它重整一下 例如我们有一个问题 那我们要找一个问题的答案 所以我们一开始会给query 例如我们刚刚讲的 艾菲尔铁塔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从我们的文章 或者从一堆资讯里面 我们应该先找到我们的一些关键的概念 那这个叫做key 那这个key跟query之间的比较 就可以引导我们就把答案找出来 那这些关键的点呢 其实它对应的都有相关的一些value 所以我们的key可能跟value是一样的 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哦 所以每个key都有相对应的value 那就是具体相对应的信息或具质 例如我们像刚刚的例子 艾菲尔铁塔设计原因的这个key 那它对应的value 可能就是为了庆祝法国大革命100周年 那attention是什么呢 首先呢 我们要先做一件事 我们要先把query跟key去做比较 去看看哪一些才是我们专注的点 专注的点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问题去跟关键的这个值做一些比较 那专注的呢 我们就给它比较大的权重 等一下后面在下一个单元就会讲到 专注的我们就给它比较大的权重哦 给它比较大的权重之后 我们再去重新整理出来 所以其实概念很简单 attention在下一个单元就会讲到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加权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透过这些加权的讯息综合起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达到得到一个比较有加权后 比较针对某一些针对我们的问题去找到的一个答案 那这个我就把它看做叫做attention attention 所以它的步骤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不要把attention想得太难 那我们下一个单元呢 就会把这样的attention的这个概念 把它用数学化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那它就是我们的transformer的基础 就是BERT跟GPT它的基础 好 所以呢 透过attention的目的就是为了聪明的找答案 那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这一篇paper非常重要 大家有机会呢可以把它收睹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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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